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说说使用API 6 线流的优势及解决了在实际使用中什么样的痛点和问题 希望我们透过线流这个功能点能够让大家对API 6 的特性和优势有个大致的了解 作为高并发系统三大力气之一 线流的作用和重要性毋庸置疑 在这里我们就不再赘述 我们先看一下常见的线流算法 落筒算法是网络中流量整形和速率限制时经常使用的一种算法 它的主要目的是控制网络流量速率平滑网络中的突发流量 落筒算法提供了一种机制 通过它突发流量可以被整形以便提供一个稳定的流量 把流量比作是水 落筒相当于服务器对链 当请求量大于限流伐值时 说出来的请求就会被拒绝服务 我们可以通过网上流行的这张图来理解 漏筒有一个进水口和一个出水口 出水口以一定速率出水 并且有一个最大出水速率 当漏筒中没有水的时候 如果进水速率小于等于最大出水速率 那么出水速率等于进水速率 这时漏筒不会产生积水 如果进水速率大于最大出水速率 那么漏筒以最大速率出水 这时多余的水会积在漏筒中 当漏筒中有水的时候 出水口以最大速率出水 如果进水速率小于等于出水的速率 那么漏筒会保持原状或慢慢排空 否则漏筒会慢慢被填满 然后多余的进水就会溢出 相当于服务被拒绝 另排桶算法是网络流量整形和速率限制中另外一种常用算法 也形成警察 另排桶算法 用来控制请求数量 并允许处理突发请求 另排桶算法的原理是 系统会以一个恒定的速率往桶里放入另排 如果有请求需要被处理 则先从桶里获取一个另排 当桶里没有可用的另排时 拒绝服务 从原理上看 另排桶算法和漏筒算法是相反的 前者为固定速率进桶 后者为固定速率出桶 漏筒算法和另排桶算法 除了方向上的不同 还有一个主要的区别 另排桶算法限制的是平均流入速度 并允许一定程度的突发流量 另排桶算法的实现步道如上 另排桶 另排以固定速率生成并放入到另排桶中 如果另排桶满了 则多余的另排会直接丢弃 当请求到达时 会尝试从另排桶中获取另排 获取到的另排 这请求可以继续执行 如果捅空了 取不到另排则拒绝该请求 除了以上两种算法外 还有其他常用的线流算法 如计算器算法 但由于篇幅有限 本次就不做其他介绍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Engines如何进行线流 Engines官方版本 限制速率和并发连接 分别有两个模块 Limit IEQ模块 用来限制单位时间内的请求数 及速率限制 Limit Come模块 用来限制同一时间连接数 即并发限制 Engines速率限制模块 使用的是漏筒算法 即能够保证 请求的实时处理 速度不会超过设置的法值 同时增加了 对突发请求的支持 使得Engines的速率限制 具有了令牌统算法 处理突发请求的能力 我们结合示例 看一下它的配置参数 Key定义线流对象 在示例中使用了 客户专地址作为Key Zoom定义内存共享区域来 存储访问信息 示例中表示一个大小为10兆 名字为1的内存区域 Rate 用于设置最大访问速率 示例中表示 每秒最多处理10个请求 因此实际上会以毫秒为力度 来处理请求信息 因此 每秒10次 实际上是每100毫秒 处理一次请求 这意味着 自上一个请求处理完后 若后续100毫秒内 又有新的请求 那么该请求将被拒绝处理 我们再来看一下 对突发请求支持的参数 Best 是突发的意思 示例中这个配置 设置了一个大小为5的缓冲区 当有大量的请求过来时 超过速率限制的请求 可以先放到这个缓冲区内 超速缓冲区的请求 仍然被直接拒绝 No Delay 如果不希望超过访问 频次限制的缓冲请求 被延迟 则可以使用该参数 下面我们通过具体的案例 来详细说明 在案例1中 数率限制为 每秒10次请求 我们先思考一个问题 在这个配置上 如果有10个请求 同时到达这个空闲的Injuncts 它们都能够得到执行吗 前面我们提到 每秒10次 实际上是每100毫秒 处理一个请求 所以在这个配置上 如果10个请求同时到达 那么只有一个请求 能够得到执行 其他的都会被拒绝掉 这样对业务不太有好 正常情况下 我们希望这10个请求 都能够被执行 这时我们可以添加 对突发流量的处理 案例2中 比案例1多了一个参数 也就是Best等于10 要同时有10个请求到达 Injuncts会立即处理 第一个请求 将另外9个请求 放入到对列中 然后每隔100毫秒 从对列中 获取一个请求进行处理 要请求数 大于11多余的请求 将被直接拒绝 反为503 也就是说 这个对列的大小为10 每隔100毫秒 处理一次对列 由此可见 单独使用Best参数 并不实用 假设将它设置为60 速率限制仍然为 每秒10次 排队中的60个请求 虽然每100毫秒会处理一个 但60个请求 需要等待60乘以100毫秒 也就是6秒钟 这么长的处理时间 自然也是难以接受的 因此Best往往结合 NodeDelay一起使用 NodeDelay针对的是Best参数 表示突发请求对列中的10个请求 会被立刻处理 不会延迟 不过即使这10个突发请求去处理结束 在100毫秒内 后续来了请求 也不会继续处理 需要等待100毫秒后释放 这就达到了速率稳定 但突发流量也能证成处理的效果 但是需要注意 虽然设置Best和NodeDelay能够降低突发请求的处理时间 但是长期来看并不会提高吞吐量的上限 长期吞吐量的上限由速率限制决定的 因为NodeDelay只能保证Best参数被立即执行 但Ingents会限制对列元素释放的速度 就像限制了另排桶中另排生成的速率 虽然Ingents速率限制具有处理突发请求的能力 但是它本质上还是漏桶算法 我们再来看下Ingents的并发限制模块 这个模块用于限制每个Key的连接数 通常是来自单个IP地址的连接数 并不是所有的连接都被计数 只有服务器处理了请求 并且已经读取了整个请求桃时 连接才被计数 这个模块只支持设置共享内存区和Key 我们直接通过示例来看一下 在这个案例中 第一个规则使用了客户端地址作为Key 表示限制每个IP同时最多能持有10个连接 第二个规则使用了主机名作为Key 表示该主机同时处理并发连接的总数为100个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API 6如何进行限流 可能有些观众还不知道API 6是什么 我先简单做一下介绍 API 6是一个全动态实时高性能的API网关 提供负载均衡动态上游灰度发布 服务熔断 身份认证 可观察性等丰富的流量管理功能 API 6基于Ingents加Lua实现 这使得它天然地继承了Ingents的高性能和高稳定性 全动态意味着当你对它进行任何配置变钢之后 不需要对它进行重启 即可生效 相比之下Ingents每次变钢配置都需要Lelode Lelode在生产环境中尤其是高负载的情况下 代价是非常昂贵的 另外API 6有非常强大而且很灵活的插件机制 使得API 6极具可扩展性 大部分情况上你不需要修改API 6的代码 只需要实现一个新的插件 就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另外 除了Lua API 6同时支持 Java Go等语言进行插件的开发 你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语言进行扩展 目前API 6是世界上最活跃的开云API网关项目 也是中国最快毕业的API顶级项目 这是API 6的技术架架图 它的架架主要分为数据面和控制面两个部分 左边是数据面 这是API 6本身 主要负责流量的代理 提供前面提到的负载均衡动态上游 灰度发布可观测性等流量管理能力 右边是控制面 主要提供数据存储和管控的功能 其中 用UTCD用于配置数据的存储和刹发 API 6就是通过WatchUTCD来实时的获取到配置的变更的 Desport则是提供了配置管理的管理界面 另外 API 6还可以跟各种可观察性组件对接 比如API Skywalking 普罗米兽斯等 从而提升了服务的可观察性 这是我们的用户墙 里面的用户都是 他们自主在GitHub上面上报的 目前全球已经有数百家企业使用了 API 6来处理关键业务流量 涵盖各行各业 比如美国的NASA 欧盟的数字工厂 中国航信 中国移动 腾讯 华为 微博 360等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使用API 6进行线流 API 6的线流插件 Limit Can同样 Limit IEQ同样使用了漏筒算法 同时也支持突发流量 我们可以看到插件的主要参数跟Engine 数率限制的参数差不多 我们再看一下实际的案例 在这个案例中 我们在指定的路由上开启了数率限制插件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配置参数和前面Engine 时的案例差不多 而且它达到的效果也是一样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MSS的并发限制 在这个案例中 我们在指定的路由上开启了并发限制插件 Limit Can 除了比Engine的并发限制多了对突发请求的支持外 API 6的并发限制和Engine的并发限制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的API 6线流功能看起来跟Engine差不多 似乎没有什么优势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 API 6在线流方面可以做哪些Engine做不了的事情 首先我们从实际的业务场景 思考一下 线上的线流可能会遇到哪些需求或者是问题 比如说 内部用户通过身份认证的用户 允许更高频率的限制 而外部的未认证的用户则需要使用更严格的限制 这样的需求 应该如何实现呢 然后实际的生产环境中往往不只是部署一台网关服务 那么集群级别的流量控制要如何实现呢 限制策略太过严格 导致流量浪费 或者是太宽松了 导致后端服务可能撑不下去 这时候我们又应该 怎么样及时的调整线流的参数呢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API 6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为了方便大家的理解 我在这里直接贴了一个API 6 dashboard的截图 这个截图是插件编排的可视化操作界面 插件编排是API 6独有的功能 通过界面的拖载 可以让API 6的40多个插件共享上上文 并联动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 请求进来首先经过一个IP限制插件 它会判断 请求的IP是否内网IP 如果是内网IP 则使用内网专用的线流配置 如果不是内网IP 则使用JWT210进行身份认证 如果身份认证通过 使用专用的线流配置 否则使用另外一个线流配置 通过插件编排的功能 我们最终实现了前面提到的针对不同用户群 实现不同配置的流量限制需求 如果你需要一个集群级别的流量控制 API 6可以借助Latis来完成 不同的API 6节点之间将 共享线流量限制结果 实现集群流量限速 解图是一个通过Latis实现集群基本流量控制的配置案例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API 6 配置变更动态生效的效果 在访问持续维持高压的情况下 发现后端资源不足 或者是有太多的剩余资源 这时候我们需要及时调整流量限流的参数 以免将后端服务压垮 或者是造成流量的浪费 如果我们使用的是Ingress作为网关 这时候就会非常被动 往往需要增加一个服务器作为替补 然后逐台下限修改配置 然后reload再重新上线 这个过程可能需要 漫长的时间 尤其是reload这个过程 而API 6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只需要在Deskboard或者是通过API 来修改限流的配置 各个节点就会自动同步配置 变更并且生效 而且得益于EDCD的Watch机制 这个同步几乎是实时的 我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